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Joanna I am 7 years old 我现在刚上小学一年级 我最喜欢儿童街了 因为可以收到礼物 妈妈说 7月20号是世界儿童日 全世界的人都要努力 让小孩子过得更幸福 更快乐更安全 我希望世界和和平 不会有病毒也不会有烤热 我们一起来听听 我的好朋友的愿望是什么吧 Hello 我是Sophia 我喜欢来太极门 更是复学好功夫 有良心做好人 我希望小英总统 可以实现我的愿望 法学也就改个良心就台湾 我可以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的长大 大家好 我是黄一军 我今年上国小一年级 我希望未来的世界不要有病毒 可以让大家很健康 我喜欢太极门 师姐会教我很多东西 良心很重要 因为他像一个天使 可以让大家很开心又很健康 总统你照顾国家辛苦了 我希望总统可以用良心帮助国家变得更好 可以让大家很开心出去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你们的你们有我们的伙伴 他们也是我的好朋友 他们也是我的好朋友 我学到了师父 让我们心地上良好 不能乱讲话 爱护我们的良心 爱护师兄姐 建议 十岁 我希望总统救助不好的官员 和保护台湾的正义 请总统帮帮忙帮助我们这些人民 谢谢 可是我现在很不开心 因为太极门的土地被拍卖了 让我少一个可以去玩和练功的地方 而且我很喜欢太极门 太极门里有很多好朋友 我很喜欢和他们一起玩 而且我的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 都在太极门练功 大家都把身体练得很健康 全家都没烦恼都很开心 所以如果太极门没有了 我就不能和朋友一起玩 也没有地方练功了 你们想知道 太极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们一起来看这部影片 事件起立于1996年 侯宽人检察官带着大批警调 违法搜索太极门 侯宽人在查不到任何犯罪事实 就以一把弟子在南投异品店 买的桃木剑 呼指为养小鬼的证物 甚至说是利用怪力乱神来练才 It's all rubbish Come on 节目主持人李斯端问侯宽人 每凭什么来断定有犯罪嫌疑 侯宽人说 我在他眼神中看到散过一心 用眼神来办 成为司法史上最荒谬的起诉书 侯宽人除了积压起诉掌门人外 也对媒体散布布实消息 毁损迷语 并且冻结掌门人所有财产 法身无分文 毕竟十年七个月 在2007年司法终于判决无罪确定 还给太子们清白 也认定弟子的禁施礼 是正与性质 属于免税所得 而且无任何盈利贩售的行为 根本没有任何课税问题 照无辜积压的仕途均获得 国家孕育赔偿 揭查业更调查指出 侯宽人检察官有八大违法 税圈机关有七大违法 看完了影片 你们都知道 太姐们的税答案是假的 指会官员没良心做错说了吧 现在我要请我的朋友 Cara和Naomi 来说说她们的故事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Naomi My name is Sarah 我们是从小到太子们长大的哟 在我很小还不会走路的时候 很喜欢在会玩的榻榻米爬来爬去 渐渐的学会走路 我也喜欢跟师兄师姐一起玩 一起学习 一起练功 一起唱歌 一起跳舞 一起练唱 很好耶很有趣哦 而且我最喜欢师父跟我们说话 就是诗意外 很慈祥也很善良 耶很可爱的人 常常鼓励我也教我做人做事的道理 我觉得很棒 所以我很喜欢去太极门玩 我从小就很胆小 只要别人都看我一眼 我就会很紧张 甚至于狂哭 一定要躲到妈妈怀里 我才会慢慢的安静下来 所以常常会让别人无所适从 当下的气氛也很尴尬 不过记得有一次 师父跟师母有到环北道馆 还专程到儿童房 师父看到我 把我抱起来 还只怪我很可爱 当下我竟没有害怕与紧张 更没有哭 反而是开心 也觉得自己很幸运哦 妈妈为了帮助我 克服胆小与恐惧 鼓励我报名练证 跟全国各道馆 同样年龄层的师兄姐 一起练证一起研修 刚开始心里觉得很不安 很紧张 但是在辅导师兄姐的鼓励之下 我竟然开除万难 在上百名师兄师姐的面前 分享心得 我真的进步了 克服口惧很开心 这样一个吃香的师父 这样一个开心快乐的地方 这样被国家祈福了 和宽然简单高中不一样小鬼 我觉得很好笑 他怎么可以让他说话呢 克服励也真的很有事 一直让他说话 弟姐 走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从小爸爸妈妈就常常带我们 去参加法税改革的活动 希望政府能还给我们一个公道 可是好像都没有人在理我们 唉 我们的年纪算还很小 我都知道太子门是个爱国家爱社会的地方 姐姐我们一起报告小英总统去吧 亲爱的小英总统 我们全家人都在太子门练功 我们的师父洪道子博士 常教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 太子门重视伦理道德 重视文化交流 是一个爱国家爱社会的团体 希望太子门总统好好地珍惜太子门 谢谢大家 这些是我的加薪装备 我的小红尼 在累了可以做着休息 对包里放着食物和水 重烫和尖尖尖 肚子饿的时候要吃的 这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的帽子 还有下雨的时候要穿的雨衣 偷偷告诉你们 我比较喜欢下雨天 因为可以玩水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玩水 我要去良心教台湾咯 请大家听 社会来分享他的故事 有些政府官员的心生病了 做事情没有凭良心 像国税局的官员会乱开税端 害人民家破人亡 我今年九岁 在太极门练功 是太极门弟子跟哥哥一样 也跟爸爸妈妈一起 去当法税改革联盟志工 为了税在户 站上凯特好多次 几乎每个礼拜 都跟爸爸妈妈一起去街宣 希望政府能修改自己的错误 不要欺负老百姓 让人民可以很安心 每次站上街头 我都觉得自己像漫画里的英雄 为了保护人民挺身而出 我觉得很酷 师父教导我们 什么事情都要有凭良心 才会真正的快乐跟幸福 希望国税局的官员在开税单的时候 也要有平良心 这样住在台湾的人民也会很快乐 每个家庭都很幸福 谢谢大家 我的老师教我说 如果做错事要改过来 不要怕丢脸就不认错 如果怕丢脸不敢认错 以后就会变成一个不好的人 也会没有朋友 连天上的神仙都不会 原谅他们 除非他们以后都对的事和好的事 还有弥补的机会 接下来 请子恩来分享 我今年11岁 是太极门弟子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宝岛 社会安定和谐 防疫成绩也很优异 很多外国人都向往台湾 我觉得可以当台湾人很棒 就像社会课本里写的 台湾是亚洲的民主灯塔 值得骄傲 但很遗憾 如果仔细看部分检察官 国税局行政执行署官员的行径 我觉得台湾的民主实质上 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比方说我们的检察官 会用眼神判案 用养小鬼来指控人民 国税局会乱开 税单毒害人民 无效救济程序 让人民陷入万年税单的时循环 无法翻身 行政执行署没有正义 为了奖金即使程序有问题 仍然会强行拍卖人民财产 很多人都因此家破人亡 如果我们的政府继续忽视这些问题 一直在做错的事 不好的事 不该做的事 我担心台湾的人 是不是还可以继续下去 还好台湾有法术改革联盟 站上凯道成抗 像包括一府五院 串理掌制各级政府单位 申请 全台街头宣传法税改革的理念 极重要性 也透过网络发挥影响力 希望可以让我们的政府 看到问题的核心 了解问题的严重性 并监督政府官员改变执法心态 不要把人民当成肥儿 没良心的随便乱拔额毛 霸占人民的财产 我也是法税改革联盟的志工 几乎每个礼拜都跟爸爸妈妈 站上街头街宣 希望提醒政府勇敢修正错误 撤销众多税债户的违法税诞 不要再为了奖金拍卖人民的财产 一切按良心行事 这样我们小朋友才真的有光明的未来 谢谢大家 我觉得总统很辛苦 因为家过全台湾的人 还要管很多人 国税局的人做错事 把我们太极们的土地拍卖掉了 请总统一定要叫他们 把我们太极们的土地还给我们 我才觉得地方可以玩 可以好好的练功 而且还绝宣成坑比起来 其实我更喜欢去做人玩 还要请总统 叫那些乱开睡店的人 不要再乱开睡店 也不然被乱开睡店的人 会过得不幸福 请大家和我一起来看 LOVE这部影片 我们小孩希望大家 都要有爱心和良心 未来的世界才会变得更好 大家也会很快乐 你们大人都会帮我们实现冤枉 对不对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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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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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